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,针对国民党今天抛出高雄市长选举的辩论议题,陈奇迈愿意接受辩论,但希望参选人多认识高雄,不要提一些天马行空,不切实际实际的主张。 媒体今天最新民调,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奇迈仅领先国民党韩国于2%,陈奇迈下午受访时说,任何民调都会参考,怎样吸引更多人认同,还是会一步一脚印,勤走基层加强拜访,对于如何争取未标态者。 陈奇迈说,选举最重要是争取更多选票,激发支持者提高投票率,他会陆续安排后援会成立,加强步调,媒体询问会请陈局南下坐镇吗? 陈奇迈说,花妈施政满意度非常高,如果有空的话,形成或造势活动会请花妈回来,让更多人认同民进党执政,争取更多支持。 对于年金改革,是否冲击选情? 陈奇迈说,年金改革减到一些人的退休金,我们也感到过意不去,但对于国家整体财政与年金永续制度的建立,改革过程有一些纷纷扰扰,请他们谅解。 他强调,这次选举牵涉到国家制度改革,建设进步,尤其是高雄有很多重大建设,像前瞻建设的轨道建设,国民党在立法院都是杯格,一位阻挡,但选举到了,突然赞成,让人觉得时空错乱。 他认为,选举还是要贴近民意,了解地方需求,针对国民党抛出辩论的议题,他是否接受。 陈奇迈说,当然欢迎,但是希望参选人多多到地方走走,多认识高雄,提出贴近地方民意的主张, 不要提一些天马行空,不切实际实际的主张,我想高雄市民不太喜欢这种选举语言,大家都很厌烦。 陈奇迈说,选民都很聪明,不会被华众取宠,天马行空的政见左右。 陈奇迈强调,他对高雄有信心,这场选举是相信高雄与否定高雄的选举,也是一个虚实真假的选举。 他在高雄打盼20年,常常都是国会公都盟评鉴第一名的立委,过去有中央与地方执政的经验,相信高雄市民非常清楚,能真正带领高雄市的市长候选人是谁。